國道一號汐止南向路段 昨天上午十一點多 發生邊坡土石貪落意外 造成邊坡滑落 包括通往汐止國三 還有國五的交流道 一度三線全部封閉 高工局研判是先前地震 加上連日降雨 導致邊坡坍塌 預計十一月四號 也就是禮拜五下班前恢復通車 邊坡土石大面積坍塌阻礙車道 門架也整個歪斜 國道一號南下汐止出口渣道 一號上午發生邊坡土石貪落 高工局目前已經將門架移除 讓國一南下主線恢復通行 研判是因為先前地震 讓研盤產生裂縫 加上連日來降雨滲入裂縫中 導致邊坡攤滑 拆除作業馬不停蹄 警方一度封閉兩個車道 讓現場車鎮明延至少五公里 直到一號下午近四點 才開放通行 不過崩塌的土石 還沒有能夠完全清除 目前國一南向汐止出口集散道 持續封閉搶修中 預計十一月四號 週五下班前完成扎道搶修 恢復通行 索信崩他當時沒有車輛經過 無人傷亡 現在邊坡坦塌的原因找到了 工程人員只能夠把握黃金時間 儘快搶修 希望能夠如期恢復交通 建議用路人在此之前提早改道行駛 記者陳嘉欣 謝震靈 朱鳳竹 齊昌 綜合報導